大家好,我是Cokey Mou Mou 今天我們來做冰皮月餅 這個月餅有兩種豆餡 四種不同的變化 前一晚浸定豆 開邊綠豆做綠豆餡 白鳳豆或白雲豆做白豆餡 將豆洗一下 搓一下 倒水 再倒新的水 水的量 至少要是豆的重量 4-5倍 浸一個晚上 早上打開蓋 豆腥味 真的功夫到不恨不恨 開邊綠豆沖水 拖一下 倒入一個鍋 倒一大鍋水 大火煮至水滾 再轉中火煮至綠豆粒 因為浸了晚上 所以煮得很快 煮到用匙巾輕輕一按 就會散開 大概20分鐘 用壓力煮就更快 我猜10分鐘就可以了 把水倒走 然後打成豆腥 可以直接過篩壓成蓉 但我相信壓到明年中秋 還未壓完 把豆腐倒入鑰匙裡 打至順滑 太稠可以加點水 不要加太多 不是的話 可以炒至2046 為了令豆沙更幼滑 我會再過篩 現在看到很稀 很水 所以需要炒乾 平底鍋 加些油 倒些綠豆肉 開小火炒 加些糖 這是低糖版 正常糖度 要起碼加多一倍的份量 不停地炒 用刮刀可以更容易刮起豆沙 手腳快的可以用中火 但小心炒焦 都是用中小火好 豆沙會慢慢炒乾 變成豆沙鹹 拿出來放涼 做出來的成品 大概有240g 分一半做巧克力味 加些荷荷粉過篩 一定要過篩 過篩 過篩就會有些粒粒 和綠豆融混合 放在一起 白豆吸收了水 成了很多 剝掉它們的皮 之後和綠豆餡的步驟一樣 加些水煮滾 這裡我一定加太少了 煮40分鐘 煮至爛 用壓力煮著 至少可以縮短一半 放在攪拌機裡打碎 如果放些熱的食材進去 記得要打開蓋 用蒸氣可以走出來 太濃度也可以加水 然後過篩 加油 加糖 炒餡 炒至變成豆沙餡 成品大概有240g 分一半做抹茶味 同樣可以將抹茶粉過篩 一定要過篩 不過篩也是會有粒粒的 豆沙餡可以早一天做好放在冰箱 不想從零開始做豆沙餡 可以在烘焙店 直接買一些預先包裝好的豆沙餡 只是你沒有辦法調節它的甜度 準備豆沙餡中間有些餡 有3種 朱古力原心 在碗裡 以1比1的比例 加75%的朱古力 和淡忌廉 加熱水 加熱水 再溶 等5分鐘後再攪 攪勻就可以放在冰箱 燒糖餡 在一個銀色或白色底的鍋裡 加入一些糖 和少許水 用小火煮至糖溶 可以放在鍋裡輕輕地熬 但千萬不要用紙巾去攪拌 煮至苦拍的顏色 做一些離火 不是很容易煮到孔 變苦 離火之後 很快把淡忌廉放進去 小心焦糖會彈出來 然後攪拌 離火後 剛才慢吞吞地把淡忌廉放進去 所以焦糖在熱的鍋裡 就煮過了 加點鹽 平衡一下甜味 第三個就是鹹蛋黃 打蛋 只要一個黃 淋少許白酒或玫瑰酒去腥 我呢 就值得紹興酒 放在已經預熱了160度的焗爐焗6分鐘 或者可以大火蒸6分鐘 拿出來攤冷 切開一半 用保鮮紙包著 搓圓 三種不同內餡就完成了 接著就是做冰皮 在大碗裡加糯米粉 炖麵 煎米粉 和糖 用打蛋器攪拌 如果粉很大塊 就要記住過篩 加煉奶 全脂牛奶 慢慢加入 攪拌至半混合 再倒些油 這些是沒有味的油 例如葵花籽油 花生油 橄欖油的味道太重了 不適合用 最後過篩 先放在這裡 靜置15分鐘 然後隔水用大火蒸5分鐘 轉小火 開蓋 攪勻 再用大火蒸5分鐘 直至固體狀態 蒸好 蒸好之後 放涼一陣子 再用麵包棍 放在上面滑 麵包棍包著保鮮紙 可以防止黏著冰皮 或者可以帶一次性的手套去搓 除了自己從頭開始做冰皮的外皮 也可以去烘焙店 買冰皮粉 根據包裝的紙紙上 做冰皮 還需要熟的糯米粉做瘦粉 在可以入微波爐的碟上 放生的糯米粉 用微波爐大火蒸2分鐘 中間翻動一次 然後過篩 沒有微波爐呢 可以在平底鍋上 用小火炒5-6分鐘 直到糯米粉有少少橙黃色 那你終於可以包餅皮月餅了 第一件事是分餡 皮和餡 各佔一半 分餡分25g一個 綠豆餡每25g分一個 初完 這是綠豆餡的原味 75%的朱古力鹹分6份 75%的朱古力鹹分6份 每個大約5g 用保鮮紙包著 放在冰箱10分鐘 然後朱古力豆山鹹分20g一個 中間包朱古力鹹 搓完 這個就是朱古力綠豆鹹 這種是朱古力鹹 約7g 18g 五度的白豆餡 大約25g 白豆餡中間包著鹹蛋 也是初完 豆餡炒得不夠乾 所以有點黏手 但對成品影響不大 這是鹹蛋黃白豆餡 焦糖分開6份 每個5克 抹茶豆沙餡分20克 中間包焦糖 搓完 這是焦糖抹茶白豆餡 把餡放在冰箱中冷藏10分鐘 冷藏一點,包餡更容易 冰皮分開25克 其實大約25克就可以了 冰皮其中一面 攪拌糯米粉,防止它黏著 塗糯米粉向下 用麵包棍滾開 直到可以包著豆沙餡 如果它黏著棍子 可以在棍子和冰皮之間 放一張保鮮紙或牛油紙 慢慢地包著豆沙餡 可以撕走你收口多餘的皮 可以撕走你收口多餘的皮 再提多一次 放一些熟的糯米粉 即是手粉 要確保整個冰皮月餅 都是在焦粉 輕輕用愁心的肉 將月餅搓成原主體 直徑比月餅模細小 在月餅模上 放糯米粉 防止月餅黏著 凍走多餘的粉 冰皮月餅 剛才收口的地方向下 靚仔的面向上 盒著月餅模 記住捉緊 然後將月餅模輕輕向下壓幾下 如果將瘦粉落好 落滿整個月餅 基本上一拿開一個模 就是冰皮月餅 將月餅放在牛油紙上 防止它黏著你 等一等個碟 如果模子沒有下粉 就會出現以下的情況 冰皮完全黏在模子裡 放在冰櫃上 雪硬去 雪三小時以上 而三天內 一定要吃完 因為冰櫃會抽乾冰皮月餅的水分 哈哈 是意外的流心焦糖餡 哇 原來是流心的 把冰皮月餅 從冰櫃拿出來的時候 放在室溫中10分鐘才好吃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G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麻烦 我們下次見 好 期視して